东汉之后虽然经过西晋与水朝的短暂统一 但整体上中华大帝处于割据时代 直到唐朝 华夏才又迎来繁荣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以至于唐朝以后海外多称中国人为唐人 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出身于北州的关隆贵族家庭 他是16国时期西梁开国君主的后裔 他的祖父李虎是西魏的权臣 北西魏皇帝四姓大野士 北州取代西魏政权后追封李虎为唐国公 唐朝的国后溯源于此 杨坚尊权后恢复了李渊家的汉姓 由于李渊的母亲是杨坚的妻子独孤家罗的姐姐 因此李渊深得杨坚与独孤家罗的水爱 李渊七岁时其父亲去世 李渊承袭了唐国公 杨坚建立随朝以后 李渊被任命为建卫军的武官 直到杨广继位 这段时期有关李渊的史料很少 杨广为了政治上的联姻 娶了李渊的外甥女 唐朝建立以后 还是勤王的李世民娶了杨广的女儿为妃 他为李世民生下了两个儿子 由此可见 随朝与唐朝的皇室关系非同一般 公元613年 杨璇敢起兵反对随养帝杨广 李渊趁机结交党宇 这引起了杨广的猜忌 杨广于是下招让李渊前来 李渊以自己有病为由拒绝前往 杨广于是问李渊的外甥女王室 你的舅舅怎么迟迟不来 王室回答说李渊病了 杨广于是又问 病得要死了吗 李渊知道以后日益恐惧 因此无极致的饮酒收受贿赂 用置屋的方法来求自保 公元615年 李渊被调任山西任职 当他到达龙门时遇上了农民起义军 李渊领兵出击 连射七十发箭都射送了敌人 起义军因而败逃 此年李渊凭借多次进宪的犬婴 被杨广提拔 之后突厥侵犯边塞 杨广便让他北极突厥 李渊设想埋伏大胜的突厥 当时坊间流传 李姓应当为王 因此杨广对姓李的人多有排斥 一次宴会上 杨广看到李渊脸上颇多皱纹 便戏称李渊是up面 李渊听后非常不开心 回家后也神情沮丧 李渊妻子斗士感到奇怪 询问李渊原因 他沉默良久才说 皇帝看着我 说我是up面 斗士文言马上喝道 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你继承的是唐国公爵位 唐语唐邪音 up面就是唐主 斗士的意思是说 李渊将来要做皇帝 取代随养帝杨广 李渊听后大为喜悦 公元617年 李渊担任太元留守 兼任掌管静阳信公 他成为这一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 这时农民起义的风火 已经燃遍全国 随着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也日益加剧 之前李渊就有下属 劝他早做准备 等到李渊到达太元后 他对二字李世民说 这是天赤良机 之后 李渊对突厥入侵的防御作战失利 这引起杨广的不满 杨广下令 拘捕了李渊 李渊则让李世民做好随时起兵反抗的准备 过了不久 杨广又赦免了李渊 经过这一事故 李渊加速了起兵反随的活动 当时起兵反随的队伍蜂拥而起 随昂帝则被困在江苏 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 李世民是起兵反随的主谋 李世民设计将父亲灌罪 使他酒后与静阳行宫的宫女发生了关系 李渊醒来才迫不得已起兵 但也有学者认为 无论从各个方面来讲 当时李世民都无法与李渊相提并论 李世民不过是李渊的传声筒 李渊在其后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 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 当元617年 李渊的下属刘武周发动兵变 随昂帝阳广闻讯后大怒 要治李渊的罪 李渊大为惊恐 之后李渊的心腹 陪继也劝他起兵 李渊终于下定返随的决心 他以讨伐刘武周 防备突厥南下为名 派李世民等人到各地募兵 一个月之内便召集部纵近万人 他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军亚 看到李渊招兵买马 怀疑李渊要造反 便密谋想要除掉他 不料事情败露 李渊指使他人诬告他们 暗中勾结突厥 之后李渊将两人囚禁 不久数万突厥军队进攻进阳 李渊立刻下令将两人斩首正式起兵 随后李渊派刘文静出使突厥 突厥承诺支持李渊起兵 解除后患的李渊打折前王定乱 赢回随天子的旗号正式开始于进阳县起兵 进阳起兵 李渊得到了李氏宗族及殷亲的响应 他一边招降流靠 一边派亲族迅速进攻 他凭借着突厥五百骑兵的帮助 攻陷了随朝首都大京城 李渊入城后 盈利14岁的代王杨又为帝 并遥遵阳广为太上皇 之后杨又封李渊为唐王 李渊自此完全控制了关中 公元618年随昂帝阳广在江都被谋害 此后李渊加紧了篡夺皇位的进城 6月18日 李渊继皇帝位 改国号为唐 他就是唐高主 李渊建唐后 帝长子李建成为太子 封二儿子李世民为秦王 因李渊三子走势 李渊追封他为怀王 封四子李渊吉为齐王 李渊称帝时群雄纷争 唐朝尚未完全统治全国 面对这一形式 他采取的战略方针 首先是巩固关中根据地 公元617年薛局起兵反随 并于次年称地 他具有陵西之地 拥兵号称三十万 唐军入长安后 薛局既被李世民击败 8月薛局病死 其次薛恩搞席位 10月李世民将薛恩搞扶杀 停定了西北广大地区 之后李渊将目光转向了河西走廊 割据河西走廊的是李渊 李渊通过李渊的部将安兴贵 居中联络 试图劝降李渊 但未果 公元619年初 安兴贵与弟弟 引胡人发动兵变 俘获了李渊将其交往长安掌守 至此 河西走廊平定 同年控制汗水与怀水之间的朱灿投降李渊 不久朱灿杀死堂死 逃奔了王世冲 正当李明进入西北的时候 刘武周进攻了太原 留守太原的李渊四儿子李渊急弃长而逃 之后 李世民趁刘武周军粮区乏之际发起攻击 经过几次激烈战争 刘武周与部将逃往突厥 至此 唐军完全掌控了山西地区 刘武周拜王时 关东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以李密为首的瓦冈军 遭到洛阳王世冲的沉重打击 以金翔唐 后来 李密因为图谋东山再起 被李渊杀害 此时黄河流域 已经形成具有河北地区下政权的窦建德 在洛阳自称阵地的王世冲 公元620年7月 李世民奉命进攻王世冲 王世冲面对强敌 几次派人向斗建德求援 斗建德意图作收渔翁之礼 后来斗建德认识到存亡此行的道理 他于次年3月率兵援救 李世民则采取违政击下的策略 剧险欲敌 斗建德迫于武劳之前无法前进 最终他兵败被俘 王世冲见大事已去投降了唐军 随后李渊下召流放王世冲 却执意要杀害申德民心的斗建德 又强征斗建德救部到长安 使河北地区人心不稳 同年7月 斗建德救部 刘黑塔聚重起兵 刘黑塔多次击败唐军 突厥也派兵相助 不到半年 刘黑塔恢复了斗建德原有地盘 公元622年正月李自民亲自请婴 3月李自民大破刘黑塔使其逃奔突厥 6月刘黑塔借突厥兵再次起兵 公元623年刘黑塔兵败被杀 自此北方基本安定早在公元621年 李渊就派李靖等人进攻将领 则开启了唐朝统一南方的序幕 4月李靖就平定了岭南 公元623年 浮宫时取兵反唐 他称帝于丹阳 4年3月他战败身死 自此唐朝基本实现全国统一 李渊建立唐朝后 对大臣培记特别宠爱 这引起同为开国功臣刘文靖的不满 他常在议论朝政时故意与培记对立 凡是培记赞同的 他都要加以反对 后来刘文靖与兄弟刘文奇引验 具有后出怨言 声称定要斩杀培记 恰巧家中有几次发生诡异事件 刘文奇便招来巫师 在夜间批发作法 这时刘文靖有个私宠的小妾 将此时告诉其兄 让他向皇帝告发刘文靖要谋反 李渊命培记主宠此案 当时许多大臣都认为刘文靖是冤枉的 在众多被刘文靖求情的信中 李渊一眼就看到儿子李世民的皱褶 李世民在征战过程中 已经结交了一批能臣 身为皇帝的李渊 对彭党之事深恶痛绝 加之李渊本人对刘文靖就有猜忌之心 又听信了培记的残言 逐将刘文靖刘文奇出展 并没收其家产 刘文靖临行之时 俯兄长叹 高鸟靖凉空长 此言不虚 刘文靖的死并没有解决唐朝的现实问题 当时李世民的实力不断重大 皇太子李建成自知微信不及李世民 就和弟弟李渊及联合 一起排斥和陷害李世民 李渊的优柔寡断 也使得朝中政令相互冲突 加速了诸子兵戎相见 公元624年 李渊离开京城避暑 居守京城的李建成 派人送盔甲到庆州 庆州的所谓官员是杨文干 是李建成的心腹 在此之前他就曾庆州秘密派遣壮士 送到太子府中以被李建成使用 不料李建成的信使把此事告诉给了李渊 李渊文迅后大怒 产生了废除李建成的念头 之后李渊把在长安的李建成招来 并远禁了起来 李渊又派宇文颖到庆州去传唤杨文干 结果宇文颖到庆州后 反而帮助杨文干发动叛乱 李渊文迅后派李世民前去讨伐阎文干 并许诺赐成后立他为太子 但等到李世民平乱后 李渊却在李渊吉等人的请求下改变了主意 公元626年李建成夜遭李世民饮酒 李世民心痛吐血 李渊无可奈何 只能建议李世民离开京城到洛阳去 李建成李渊吉认为放走李世民对自己不利 于是暗中阻挠 一方面派人上出建筑 一方面派人持重金 拉拢李世民的党羽 此时形势对李世民极为不利 恰在此时突厥入侵 李建成推举李渊吉北征突厥 并借机带走李世民的主要将领 与精锐四足 这时被李世民收买的太子府的官员向李世民告密 李建成打算在昆明池为李渊吉践行时派人杀死他 李建成还打算夺取皇位 并让李渊吉把李世民的党羽悉树埋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李世民与房玄龄等人密伤发动政变 他向父亲密咒了李建成与李渊吉淫乱后宫 并将听到的消息告诉给了父亲李渊 李渊听到后大惊回答道 明天朕就审问此事 你应该尽早前来参见朕 不久李建成在李渊身边的眼线将情报透露了出来 李建成于是与李渊吉决定 先入大内皇宫逼父亲表态 此时分管玄武门的官员已经被李世民买通 不仅如此李世民还买通了整个禁卫军 但李建成却蒙在鼓里 他还以为宫中都是他的人 公元626年7月2日 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下扶兵 李建成李渊吉察觉到了变化 立即调转码头 准备向东返回住所 李世民一见就结果了李建成的性命 可就在此时李世民的坐骑受到了惊吓 带着李世民奔入玄武门旁边的树林 李世民被树林的树枝刮住 从马上摔下倒在地上 李渊吉迅速赶到 夺过湾宫准备勒死李世民 就在这时玉石公月马奔来大声嚇着了他 李渊吉知道自己不是玉石静德的对手 赶紧放开了李世民 想快步跑入皇宫 寻求父亲李渊的保护 但玉石公弯弓搭剑 结果了他的性命 当时李渊正泛舟 玉石静德荣服进来 李渊大惊问道 今日是谁作乱 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玉石静德回答道 秦王因太子齐王作乱 举兵将其诛杀 唯恐惊动陛下 特派禅来数位 李渊对裴激等人问道 现在应该怎么办 有大臣劝李渊将国事交付给李世民 李渊只好表示同意 6月7日 李渊立李世民为红太子 并下诏说 此今以后军国事务 无论大小 悉数委任太子处决 8月9日 李渊正式善位于李世民 选武门之变后 李世民开始着手 清除李建成李渊籍的儿子们 二人的女眷 则全部收入后宫 经过玉石静德的劝说 李世民下令 对其党羽一概不予追究 不仅如此 李世民还兵死前嫌 重用魏征等农程 公元635年 李渊立世 他享年69岁 李渊死后5个月 李世民要求看有关 学院武门之变的记录 但被死官拒绝了 李世民于是问 我有不好的言行 你们也一定要记吗 楚岁良说 我的职舍是记录历史 当然一定要记 即使我不记 天下也会把它记下来 四年 李世民再提此事 方玄龄等人就把国史 加以三件整理 这一行为 给死学考究带来了极大困难 当时 东突厥趁唐朝发生政变之际 发动侵略 突厥攻自了距离首都长安 仅四十里的靖阳 此时长安兵力不过数万人 刚刚继位的李世民 亲帅房玄龄等人 在渭水隔阂 与东突厥两位可汗对话 据唐宇林记载 太宗空库府以求突厥退军 之后 太宗挑拨两位可汗之间的关系 公元627年 东突厥内部出现分裂 同时 东突厥遇到大雪气候 身处大多被冻死或饿死 于是李世民派军征讨东突厥 公元630年 东突厥灭亡 东突厥灭亡后 宣安陀部落接管了 东突厥的故土 他们表面沉浮于唐朝 暗中却扩充自己的力量 公元646年 唐军灭亡了宣安陀 随后李世民设立六辅七州 将整个蒙古高原置于掌控之中 贞观四年 西义诸国君主在长安 尊称太宗为天可汗 亦为天下总皇帝或天下公主 天可汗除了是对唐朝皇帝的荣贤 还是一种有实实意义的国际组织 以维持当时各同盟国的集体安全 由于李世民之人善任 广开沿路 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 力行节俭的政策 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局面 唐太宗在位共23年 只使用贞观这一个年号 故后人称这段时期为贞观之质 他也是唐朝的第一个治世 唐太宗晚年由于宠爱 誓死李太而导致长子李承前 与李太争权 公元643年 李承前打算发动政变 但事情败漏 结果李承前被废 李世民有意李太为太子 并当李太面许怒了此事 李太为了得到皇太子的地位 也向父亲表示 自己当仗了皇帝后 会杀死自己的儿子 立弟弟李自为储君 李世民听后颇为感动 不过这个谎言却被 储随良毫不留情的揭穿了 唐太宗冷静下来也明白 沙子传递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 于是为了不让玄武门之变重演 李世民果断的立李自为太子 早在升官初年 民间就流传着唐三世之后 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李世民听说后非常不悦 后来负责首位玄武门的武将 在酒宴上无意说出自己的小名为五娘子 他遭到了唐太宗的拆解 最终李世民下诏将他除掉 唐太宗李世民常私下问大臣 由言是否可信 李春风答道 曾仰观天象俯查历数 发现此人正在陛下宫中 他是陛下的妻妻 不出三十年 他将成为天下之主 把礼堂子孙屠杀殆尽 以成为定数 太宗于是问 法凡是有嫌疑的人通通处死如何 李春风答道 此乃天命不能违背 未来苍茫的人杀不了 再杀也只能徒征无辜 况且三十年后 成人一老 也许心存善恋 迫害小些 现在即便找到并处死他 那么上天或许降下更为强大的人 那么恐怕陛下子孙将无意幸免 太宗认为李春风所言有理 便不再过问此事 公元六百四十九年 李世民离世 他享年五十一岁 在李世民弥留之际 还是太子的李治 与后宫的武财人私通 他就是武则天 则天是他临终前的封号 史书并没有记载他的名字 武则天是荆州都督的次女 武则天十四岁时 因容貌美丽而入后宫 被封为武品财人 唐太宗嗜后五妹 后是俄称五妹娘 武财人与唐太宗的三位宾妃 皆为表亲 李世民在位时期 武则天的后宫生活史书并没有详细的 描述武则天并没有得到李世民的宠爱 做了十二年的才人 地位始终没有得到提高 但在李世民重病期间 武则天和太子李治 开始建立了感情 唐太宗死后 武财人依照惯例替发出家 李治在父亲周年忌日 入赶夜市 进乡之时 与武士相遇 当时与萧淑妃 宗宠的王皇后 知道情况后 便主动向李治请求 将武士纳入后宫 企图以此打击萧淑妃 唐高宗早有此意 当即应允 公元651年 27岁的武士还俗 再度入宫 入宫前 武士已经怀孕 入宫后便生下了儿子李红 次年5月 他被拜封为二品的招仪 不久后宫中 有人放出不利于王皇后的谣言 说王皇后与亲母柳氏请来巫师 企图利用巫术将武昭仪凑死 这谣言不久传入李治的耳中 李治大怒将柳氏赶出皇宫 而且欲将武昭仪地位提高 但这却遭到了宰相的反对 公元654年 武则天产下了长女安定斯公主 在公主出生一个月之际 王皇后前来看望 王皇后离开后 武则天趁着没有人竟将公主掐持 又盖上被子掩饰 正好此时李治前来 武则天假装欢笑 打开被子发现女儿已死 他问侍从 侍从都说 王后刚来过 李治恶人大怒说道 王后杀了我的女儿 武则天于是哭泣着 数落着王皇后的罪过 王皇后无法解释清楚 李治从此有了 费王立武的打算 当时朝廷以长孙无忌 储随良为首的元老大臣势力很强大 李治也希望借着费力皇后之机重振黄泉 公元655年 中书所人李义服首先支持费王立武 得到了李治和武则天的重赏 10月13日 李治终于搬下诏书 以阴谋下毒的罪名将王皇后和萧淑妃贬为庶人 他们的父母兄弟也被销关免决流放岭南 七天以后李治再次下诏 将武则天立为皇后 与此同时又将反对最为激烈的宰相楚随良外贬 费王立武的事件沉重打击了官农集团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皇权不振的情况被改变 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公元660年10月 李治患上了封集之症 头晕目眩不能处理国家事务 于是让武则天处理朝政 武则天掌权后判若两人 李治对此大为不满 不久宰相上官以请求废除武则天 李治当即让他起草诏书 李治的侍从急忙将信息透露给了武则天 武则天当即到李治面前追问此事 唐高宗李治不得已 便把责任推到了上官仪身上 12月上官仪被捕入狱 不久即被灭族 从此以后每当李治上朝 武则天便在后面垂帘听证 公元675年 李治病情更加严重 他遇传位于武则天 经宰相的劝阻此事才作罢 武则天知道此事后 便召集了大批文人学士 参与朝廷奏议 以此分割宰相的权利 当时太子李红身为高宗李治所喜爱 李治身体每况愈小 他想提前让儿子继位 武则天对此却深无痛绝 当时李红有两个异母姐姐 因母亲萧苏妃得罪了武则天的关系 他们一直被囚禁 年过二十多都未出嫁 李红发现此事感到震惊又同情 便请求让两位姐姐能够结婚 这件事情触怒了武则天 不久太子离世 当时的人都认为这是武则天所为 李红死后 武则天的二儿子李贤被立为太子 不久高宗便命他主持朝政 李贤处理政时明白公允朝廷重臣皆称道 高宗也特别喜欢他 当时有术士叫明崇雁很得武则天的信赖 他说太子不堪继承皇位 李贤听闻后感到厌恶 当时皇宫中有留言说 李贤不是武后所亲生 李贤的母亲是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 李贤顿生疑惑感到恐惧 武则天知道后曾写信赐责李贤 李贤越发感到不安 不久 明崇雁被杀 武则天因此怀疑是李贤所为 公元680年 武则天派人揭发李贤 并在太子宫中收出了数百具的盔甲 高宗李贤想要宽恕李贤 却被武则天阻止 事后 李贤被贬为素人 幽禁在长安 公元684年 高宗驾崩 李贤的三弟李贤继承皇位 但实权仍掌握在母后武则天手中 李贤登基后 试图组建自己的政治集团 他提声岳父由湖中参军为玉州赐使 他并进一步想提声岳父为丞相 辅政大臣裴延立马表示不可 李贤大怒说 朕可以把天下给他也无不可 裴延立即将此次报告给了武则天 2月继位才55天的李贤被武则天废为奴陵王 之后 武则天立自己的幼职李旦为帝 武则天由此把持朝政 公元684年9月 徐敬业以恢复李贤为口后在扬州举兵 武则天当即派兵 10月徐敬业兵败自杀 不久后 武则天派人前往巴州搜查李贤的住所 以防被李贤谋反 李贤被逼自杀 这一年他才28岁 武则天知道李贤死讯后 专门在洛阳为李贤举办伤死 公元686年正月 武则天还赠于李贤 李贤知道这是母后在试探他 李贤便述词上表 极力推辞请求母后继续临朝 武则天于是顺水推舟 接受了李贤的请求 依旧临朝称之把持朝政 之后 武则天为了监察忠实与大臣 规定任何人均可告密 武则天还规定 反告密之人 陈下不得私自审讯 国家都会向其提供驿站的车马和饮食 所告之是 如果符合旨意 就可和合升官 如果并非事实 也不会问罪 于是四方告密者风云而起 其中生性残忍的人通过告密 被授予掌管监狱的官职 形成了库立政治 被告者一旦被投入死狱 库立者使用各种残酷的审讯 能活着出监狱者百无一二 这样随着告密之风的日益兴起 被库立严刑拷打致死的人数 也逐渐增多 于是大臣每次上朝前 都要和家人诀别 唐朝的宗旨也被屠戮殆尽 之后武则天的侍者 命人在石头上刻上 圣武林人永昌地业的字举 之后他假借天意 将其送给了武则天 武则天则大喜 被石头取名为宝图 公元690年7月 有人撰写大云经试卷 说我后世尼勒菩萨化身下凡 应作为天下的主人 武则天于是将大云经搬行天下 命生人进行讲解 之后傅游义率领关中百姓 九百人上表 请求将国号改为州 9月武则天正式称帝 李旦则被赐姓为武士 迁居于东宫 一切礼仪皆比照皇太子的规格 至此 李旦常为武士诸王 以及酷立的攻击目标 开始了艰难的太子生涯 公元691年 武则天执事的亲信说使洛阳民众上表 请求武则天背处李旦的皇太子身份 改立武成寺为皇太子 再向葛府原等人反对此事 被武成寺无以谋反之罪斩杀 公元693年 武则天的男宠 尾团儿因引诱李旦被拒而怀恨在心 他诬告李旦的妃子们利用巫蛊之术诅咒武则天 武则天将刘妃斗妃秘密处死埋在宫中 李旦对两个妃子的失踪丝毫不敢提及 在武则天面前也表现得泰然质弱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魏团儿还想加害李旦 结果遭到告发而被处死 后来李旦又被诬告谋反 武则天命酷吏莱俊臣审理此案 莱俊臣对东宫蜀官刑讯逼供 让他们招出李旦谋反的实情 月公安金城当众抛妇 已表示皇太子没有谋反 武则天深受感动 不再怀疑李旦 命莱俊臣停止审理 李旦因此幸免于难 之后莱俊臣想罗列罪名 诬告武士诸王以及太平公主 又想诬告李旦 及奴隶王李贤与禁军一同谋反 希望以此窃取国家权利 武士诸王与太平公主都十分害怕 共同揭发其罪行 武则天于是下令诛杀了他 公元698年 武则天的侄子 武成师武三师谋求当太子 几次使人对武则天说 自古天子未有异性为侍者 武则天犹豫未决 宰相敌人节对武后说 孤子与母子哪个比较亲近 陛下立儿者那么千秋万岁后会在太庙作为祖先祭拜 立职者那么从未听说 只只当了天子把姑姑供奉在太庙 这次以后武则天无意立职者为太子 并将李贤秘密接回洛阳 之后有大臣请求武则天立李贤为储君 皇太子李旦亦请求训位于哥哥李贤 在经过都封权衡之后 武则天最终决定立李贤为皇太子 武则天解决了继承人问题后 自得意满 加上年龄增长开始缠迷于享乐 当时武则天已经进入暮年 他长时间不能上朝对朝政的控制力下降 他将南宠张一只兄弟当作耳目 二张逐渐插手朝政 他们不仅跟大臣节约 也指得武则天传位于太子的形式发生逆转 引起了证据的复杂化 武则天母子君臣关系 也因此空前紧张起来 据史料记载 李贤的儿子李仲润 与女儿李先慧与妹夫 暗地里讨论二张的专权 不料被张思义的耳目听到 张思义天游家处向武则天进残言 万般无奈的李贤 只得逼令儿子和所有身孕的女儿致议 接下来张氏兄弟又将李贤的女婿 武亭姬下雨逼死 这件事情向李贤表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二张兄弟对他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在这种背景下 除掉张氏兄弟对于李贤来说是势在必行 且刻薄容缓 陈龙元年正月即公元705年正月 武则天卧病不起 只有难宠张氏兄弟服事 宰相张俭之等人结交进军统领 发动了兵变冲入皇宫杀死了二张兄弟 随即包围武则天的寝宫 要求武则天退位 因为这场政变发生在神龙年间 因此后人称他为神龙政变 张月二十四日 武则天将地位传授给了太子李贤 自己则当上了太上皇 李贤复位后 尊母亲为则天大上皇帝 十二月十六日 武则天离世享年八十一岁 武则天临终前 夏宜召去地后 称自己为则天大圣皇后 李贤复位前 被武则天幽禁十四年 在这十四年 他与妻子韦氏两人相依为命 尝尽了人世间的艰苦 他被囚禁后不久 李诞尚表讯位 母亲武则天登上了皇帝宝座 成为了一代女皇 李氏宗族的子弟被杀戮者 不可胜俗 李贤在幽禁期间 惶惶不可终日 常常晚上睡觉不久 就被噩梦惊醒 每当听说 武则天派死臣前来 他一度惊恐异常 想要自杀 韦氏劝他说 人哪能没有死呢 何必立即就去 此后 李贤向韦氏许愿 如果有一天重见天日 绝不会辜负他 武则天重病之后 重新立李贤为皇太子 李贤被重新立为太子之后 注意搞好与母亲武姓佳人的关系 出于这一动机 他决定和武姓联姻 就这样 他的女儿分别嫁给了武则天的两个侄孙 李贤与武家联姻 无疑是想通过群态关系 巩固确立自己的地位 神龙政变之后 李贤复位称帝 他就是唐宗宗 他掌权后立即撤封 韦氏为皇后 又封弟弟李诞为安国县王 他又给妹妹太平公主 加了郑国太平公主的称号 以表彰两人的拥立之功 他不顾大臣的劝阻 破格追封 韦皇后之父为王 并让韦皇后参与朝政 他又下令 让上官婉儿专长起草诏书 上官婉儿出生于官宦四家 他的祖父上官仪 因替高中起草废除武则天的诏书 被武则天所杀 刚刚出生的上官婉儿 与母亲正式 则被发配为奴 在为奴期间 在其母亲的精心培养下 上官婉儿俗读诗书 聪明异常 公元677年 武则天见到了年仅14岁的上官婉儿 武则天当场出题考他 他文不加点 语言优美 武则天看后大悦 当即下令免其奴婢身份 不久 上官婉儿因违背武则天的遗旨 被判处死刑 但武则天则吸其文采 而特语赦免 上官婉儿受到在脸上克制的惩罚 公元705年 他被李显纳为妃嫔 李显复位后 伟皇后的势力座大 上官婉儿于是劝伟皇后 要成为下一个武则天 上官婉儿又向伟皇后推荐武三师 他将武三师领进宫中 李显于是开始与武三师商议正式 有一天 唐宗宗李显上完早朝之后 见到伟皇后 与武三师正衣衫不整的在床上赌钱 李显见状 还兴致勃勃的帮他们赎起了筹码 不一会儿安乐公主来了 吉儿玩得越发快乐尽兴 张俭之等大臣仰见又要筹研武则天的旧事 力劝宗宗李显要废除武三师 武三师和伟皇后反乌张俭之等人 图谋不轨 怂恿李显将张俭之等人调离出京 武三师又派刺客在途中将他们自杀 安乐公主也想效法武则天 他于是要父亲废除不是伟皇后所生的太子李重俊 由他自己当皇储 伟皇后和武三师也怂恿李显废除李重俊 李重俊便于景龙元年发动了账变 杀死了武三师和台的父亲武重训 李重俊之后率兵欲杀死伟皇后安乐公主和上官婉儿 不幸他被阻拦在玄武门之外 之后李显以重赏要求士兵归顺 于是军队倒戈 李重俊最终为左右侍从所斩杀 为皇后之后 乌姓宰相与太子友勾结 将其贬斥出京 赌掌了大权 为皇后肆无忌惮地买官欲绝 李显也不加以致死 有个时期安乐公主写好的诏书 掩盖正文拿去让李显盖章 忠忠李显竟看也不看 直接盖章 就这样忠忠听凭母女俩玩弄权术 公元714年李显报亡 外界传说 伟皇后和安乐公主下了毒 暗杀了李显 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伟后亦与临朝听政 他立李显的四儿子李重茂为帝 李重茂登基时年仅16岁 此书并没有李重茂生母的记述 唯一能确定的是 他身份低微 李重茂继位后不足一个月 李旦的三儿子李隆基和太平公主 就联手发动了唐龙政变 捉杀了伟皇后 安乐公主以及上官婉儿 政变结束后 李重茂在太平公主的教唆下 下诏将皇位传给了自己叔叔李旦 李重茂被废不久 他的哥哥李重福 以自己是李显年纪最长的儿子 李英继承皇位 就假传圣子到洛阳 召告天下自己是皇帝 没过几天 洛阳流手官员在没有中央指挥的情况下 挫败了李重福的叛乱 李重福则身败被杀 李重茂也受到哥哥李重福的牵连 被扁往地方 没过一年 他就离世 李旦继位之后 对立随世皇太子犹豫不决 李旦的嫡长子李长济主动辞让太子之位 参与唐龙政变的功臣也支持立李隆基为太子 李旦于是立李隆基为皇太子 李隆基被立为太子之后 政治势力日益增长成为姑姑太平公主干预朝政的主要障碍 太平公主为了保住权力便想要更还太子 于是太平公主在朝野分部留言 声称李隆基并非皇帝的嫡长子 没有被立为太子的资格 后来李旦出面平息了这场风波 太平公主一记不成又失一记 他在李隆基左右安插耳目 欲谋害李隆基 不久太平公主以李隆基的矛盾公开化 太平公主甚至暗示宰相们应当劝阻皇帝改立太子 但得到了宋景等人的言辞拒绝 公元711年 李旦听从宰相姚崇宋景等人的建议 命李隆基监国 并将可能威胁到太子地位的李承契等诸王 全部削取了兵权 同时让太平公主离开京城 太平公主文宣后到哥哥李旦面前哭诉 太平公主不但留在了京城 还将两人贬出了朝廷 后来李旦遇传位给太子 虽在群臣的劝阻下未能如愿 但却将全部账务交给李隆基处理 自己已经掌握军权 太平公主为了除掉太子李隆基 在会星发生时指使术士向李旦进言 太平公主本意是想利用世人现象 影射李隆基要夺权 想借此挑拨他们的父子关系 李旦却认为这是天意 让他上位给太子 太平公主及其党羽见弄巧成拙 又极力劝阻认为李旦不可退位 李隆基听闻消息后连忙入宫 叩头立词 李旦对儿子李隆基说 设计能够安定 我能够登基 都是你的功劳 如今我传位给你是希望转货为福 你又何必有所疑虑呢 李隆基极力推迟 李旦又说 你若是一个孝子就应该接受善位 难道非要等我死了方肯在灵旧前继位吗 李隆基值得答应 公元712年 李隆基登基 他就是唐玄宗 李旦则坐上了太上皇 当时太平公主依仗李旦的信任 在朝中仍有强大的势力 七位宰相 有五位出自于他的门下 文武百官也大都依附于他 他公然要求废掉皇帝 因宰相陆仙相的反对而被随 先天二年即公元713年 李隆基抢先发动政变 太平公主见党羽被屠杀殆尽 太平公主不得已逃入南山佛寺 三日后返回 太上皇李旦出面请唐玄宗赦免其死罪 被唐玄宗拒绝 太平公主最终被刺死在家中 他的丈夫的坟地也被铲平 此次政变可以说是唐朝政界的一次大换学 李旦知道妹妹死讯后主动请求一样天年 至此李隆基终于掌握全部政权 公元716年10年54岁的李旦去世 李隆基是唐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他在位长达44年 又因为他的嗜好为四道大圣大名孝皇帝 清朝为避讳康熙的名字 多称他为唐明皇 李隆基在位前期历经图事 开创了唐朝的开源圣事 但是在位后期 他逐渐懈怠圣事 重新宁臣 加上政治失误和众佑塞外民族 结果导致了唐朝由盛转衰 公元737年 李隆基当时最宠爱的妃子 武惠妃去世 他伤心不已 当时后宫虽然有数千人 但没有一个能使他满意 于是有人禁言 武惠妃的儿子 有一位漂亮的妃子 唐玄冲于是将杨玉环 招入后宫之中 杨玉环出身于关混四家 杨玉环早年上父 他被寄养在洛阳的山叔家 杨玉环天生丽智 加上优越的教育环境 使他气质非凡 公元734年 唐玄宗的女儿贤逸公主 在洛阳举行婚礼 杨玉环应邀参加 贤逸公主的弟弟寿王李昌 对杨玉环一见钟情 唐玄宗在武惠妃的再三请求下 当年就下诈彻封她为寿王妃 这时唐玄宗并没有看见杨玉环 五年之后 唐玄宗才看见了杨玉环 并被杨玉环的姿色深深迷住 公元740年唐玄宗一位母亲起伏的名义 让杨玉环出家 之后唐玄宗为儿子李昌另娶了韦氏为妻 一个月后唐玄宗便撤婚了杨玉环为贵妃 杨玉环常为唐玄宗 妃嫔宗地位最高者 此时杨氏不过27岁 而唐玄宗已经61岁 有了杨贵妃李隆基的奢侈之风越来越盛 杨玉环的族兄杨国宗也平步青云 在杨国宗的尊权下 整个唐朝开始混乱起来 面对各种社会问题 权宗丝毫无改玄更章之意 仍然沉迷在酒色之中 公元755年 胡然安路山趁着唐朝内部空虚腐败 联合突厥等民族 主藏共约15万大兵 他们以忧国之威 奉逆造讨伐杨国宗 以清军策为借口起兵 叛军很快控制了河北 战报传来 唐玄宗却认为 这是厌恶安路山的人编造的谎话 直到4月 唐玄宗才相信安路山去实造反 心急如焚的唐玄宗 接连地牌众议独断专行 结果唐玄继续败逃 同官私守后 长安处于混乱之中 百官上朝的不过一两个人 唐玄宗说要亲征 众人都不相信 唐玄宗于第二天早上 带上少数随从逃出了长安 后来他们走到马维坡 保护唐玄宗的将士 终于忍无可忍 发动了兵变 杀死了杨国宗等人 杨贵妃则被勒死 历史上称为马维义兵变 安路山叛乱时 唐玄宗本想善未给太子李亨 但此次兵变 太子李亨被认为是主谋 使唐玄宗大受打击 玄宗于李亨于是 与马维坡分岛扬镳 玄宗向南赴四川 李亨向北收拾残兵败将 之后不久 李亨就自行宣不计地位 他就是唐宗宗 之后他谣尊唐玄宗为太上皇 公元756年唐朝与回合联盟 李亨为了拉拢回合 特然而着广平王李予 与回合太子结为兄弟 之后联军一战收复长安 之前述终就与回合相约定 攻克长安时 金箔女子接规回合 这时回合太子要按照约定执行 广平王李予劝阻他说 现在刚收复京师 如果大肆地进行抢劫 那么在洛阳的人 就会为叛军失守 希望到东都洛阳后 再履行约定 回合太子说 我当率军 为殿下立刻前往东都洛阳 洛阳攻陷后 回合军抢劫三天后 唐朝拿出了 罗锦一万批给回合 回合才停止了截掠 公元757年爆发了 虽扬之战 虽扬是江淮流域的重镇 河南复节度死伤寻 凭借着七千四族 战胜了十八万敌军 虽然最终 张寻因为寡不敌重战败 但他却牵制了敌军 当时朝廷仅剩下 长江淮河流域的赋税作为支撑 张寻留守 虽扬兵力最多不满七千 前后四百余战 竟消灭敌人十二万人 虽扬坚守十月之久 在此期间 朝廷不断地得到 江淮财富的阶级 已完成了恢复准备到反攻的过程 前一个月已经收复长安 在虽扬沦陷后的十天 又收复洛阳 叛军再也无力南下 唐朝天下得以保全 全赖虽扬的坚守 面对战场形势的逆转 安禄三的病情越发严重 他在起兵前就患有养疾 到后来更是双目失明 他同时还患有其他疾病 这使得他性格变得格外暴躁 对左右侍从稍有不如意 非打即骂 公元757年正月 其指安庆旭因怀疑安禄三可能传位给另个儿子 便挑售宦官刺杀了安禄三 安禄三死后 安庆旭自立为敌 他之后命史诗明回首泛阳 刘蔡希德等继续围困太原 同年长安洛阳相继为唐军收复 之后安庆旭退居夜城 汉军的精锐部队则归从了史诗明 安庆旭对此大为不满 他遇除掉史诗明 史诗明于是带领八万部众投降了唐军 不久史诗明受到唐朝的猜忌 再次起兵 公元758年 唐军以二十余万兵力围困了夜城 安庆旭不得已以皇帝为相许 向史诗明求救 同年冬天 史诗明亲率十三万大军 至泛阳南下夜城 次年他击退唐军 唐军撤退后 安庆旭随即被史诗明所杀 事后史诗明返回泛阳 自称为大燕皇帝 公元759年叛军与唐军在湘州展开击散 宿中为了防范武将而不设元帅 指派宦官于朝安监军 于朝安根本不懂兵法 致使唐军大败 于朝安之后将湘州司令的责任推卸到了郭子怡身上 宿中不明是非 罢免了郭子怡的兵权 自于朝安之后 唐宿中开始信赖宦官操政军政大权 宦官势力日益嚣张 唐宿中同时又宠信张皇后 纵容他干预政事 762年4月 唐玄宗去世 宿中病危 张皇后想废掉唐宿中所立的太子李宇 改立岳王李系为太子 张皇后之后召见了李宇 让李宇帮助他杀死宦官李府国和陈远镇 李宇拒绝了 张皇后于是选择在唐宿中即将病死时发动政变 陈远镇得知情况后告诉给了李府国 李府国出兵把太子保护起来 然后率兵逮捕了张皇后与他的党羽 当晚李亨李氏10年52岁 李宇继位后 李府国竟然对李宇说 陛下只要身居宫中 外面的政事由老奴来处理 李宇虽然心中不满 但涉于他的手中兵权 只好委屈求全 尊称他为上父 事无大小 都要与他商量后才能决定 不久 李宇趁着李府国不备 派人装扮成盗贼 刺杀了李府国 然后假装下令 追捕到贼 并派死者慰问其家属 公元761年 史思明为妻子 史朝义所杀 判军内部开始分裂 公元763年 历时7年零两个月的安死之乱结束 安死之乱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上司 国力锐减 因为发动反唐叛乱的指挥官 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 因此事件被冠以安死之名 又由于其爆发于唐玄中的天保年间 也被称为天保之乱 安死之乱削弱了封建集权 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 由于战争造成了劳动力的严重不足 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负 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 日益锐化 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拿起武器 形成了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 在安死之乱后 北民南迁的情况越来越明显 致使经济中心进一步南迁 为了讨伐安死叛军 唐朝将继召回了安西北亭等军队 此吐蕃逐渐向北蚕食 并趁虚深入了内地 攻占了陕西奉祥以西 公元763年吐蕃军队逼近京师 李玉获熙此事后集盟派军队遇敌 但为止已晚 李玉仓皇逃出京城到陕州避难 吐蕃占领长安后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 幸亏郭子以巧妙雨滴周旋 迫使吐蕃退出长安 李玉才于12月返回 安死之乱平定后 李玉任用叛军的旧将为节度时掌控一方实权 这一政策开启了唐代班政割据的先河 对中暖唐的历史有重大影响 公元779年在位17年的李玉重病 不到10天他便无法上朝 6月10日李玉命太子李氏监国 同日夜间屡驾崩 享年52岁 李玉被尊妙号为代宗 李玉去世后 他的长子李氏继位 他就是唐德宗 李氏的父亲代宗 因为是由宦官拥立 所以他对宦官很是忧宠 特别是派往各地初始的宦官 他任由其公开所会 大使搜刮 李氏为皇太子时期 就清楚其中弊端 所以他既为一始 就下决心要加以整治 李氏在位期间 频繁发生人事变动 尤其是频繁的更换宰相 人事的纷争使得李氏 徒有宏图壮志 而不能实现救国兴邦 自安死之乱平定后 黄河下游各个节度使 拥兵自重 后来更是世袭相传 公元781年 承德节度使 李宝臣去世 他的儿子李维越 要求继承父亲的官位 但被德宗拒绝 李维越于是联合 其他三镇节度使 一同谋反 德宗以对付藩镇的方法评乱 最初朝廷军队占据上风 德宗于是以为胜券在握 他就拒绝了封城 平乱有功的藩镇统帅 于是他们纷纷倒戈 至此黄河下游的藩镇叛乱 越演越烈 公元783年 汉军围困了河南的乡城 唐德宗为解乡城之围 于是绍令各路兵马 援救乡城 10月京元节度使 陶令岩率领五千世俗抵达长安 当时天寒地冻 士兵又累又饿 希望能够得到朝廷的优渥赏赐 结果一无所获 士兵们出发到了蚕水 德宗才下召 命令首都地区的行政首长 靠牢军队 将士们只领到了腐败变质的时务 这引起了士兵的不满 导致了滑边 很快长安被攻险 之后 元京元节度时 诸此被拥立为首领 李氏则出逃逃到了奉天 奉天就是现在的陕西省的前线 在逃难的过程中 李氏逐渐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 原因是 他信赖的禁卫军将领 在叛军进城时 竟然不能召集到 一兵一卒守卫皇宫 然而他仓促逃亡时 身边最可信赖的竟然是宦官 宦官的忠心 与朝廷武将的难以依靠 给李氏以深刻的刺激 后来 李氏所幸将统帅进军的事 移交给宦官 宦官专权这一状况 最终形成 与李氏对宦官态度的改变 有着直接的关系 官员783年叛军退回长安固守 德忠听信宰相 如起的残言 竟不肯召见援军首领李怀光 李怀光暗兵部前多次上表揭露 丞相等人的罪状 德忠不得已贬斥了丞相 如起 诸杀了宦官宅文秀 为了安抚李怀光 德忠二月加封李怀光为太尉 并赐何缅三次死罪的铁券 李怀光将铁券扔在地上说 反叛的人你赐铁券 我不反 你还是铁券 这不就是逼我反吗 李怀光于是与诸此县里盟约 追击德忠 德忠则再次逃到了汉中 之后李氏为了扭转局势痛下罪己诏 他称除了昌帝的诸子 其余人等一概不予追究 从此他开始调整对藩镇的用兵政策 罪己诏的发布 此诸子陷于孤立地位 不久 长安就光复了 但经过此事 大唐天子的威严完全扫地 中央的权力进一步被削弱 唐德忠成为第三个逃离长安的皇帝 从此他更重用宦官奉天之难以后 李氏意识到钱财的重要性 从这时起 他主动要求地方进贡 为了满足李氏的贪与 杰度时以进凤为名 巧立各种名目 对百姓进行额外的剥削 杰度时 有的每月进凤称为月进 有的每天进凤称为日进 这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唐德忠时期最为著名的政策 莫过于两岁法 唐朝初期以徵收古物 布匹为主 但随着军田制度的瓦解 租庸调制难以为继 公元780年 宰相推出了新的税法 新税法一年两次征税 以征收金钱为主 两岁法实行不到30年 即被迫下令 改货币计赠 为责那时务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贪德无厌的封建官吏 又在两岁法定额之外 巧立明目 许多官吏为了升官 在正税之外 横征暴敛 公元804年 太子李宋突然中风 此时的德忠已经进入暮年 对儿子的病情十分挂念 皇太子的病重 很快传遍之方 这年底 皇帝和皇太子同时重病 此宫中的政治空气顿时凝固 同年2月 在位27年的德忠驾崩 他享年64岁 德忠去世后 太子李宋继位 他就是唐顺忠 他当了25年的太子 他是唐朝 当太子时间最长的人 李宋做太子时期 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 组成了一个以王苏文 王匹为中心的东宫政治小集团 在其周围还凝聚了一批中下常官员 其中以刘雨昕和刘忠元最为著名 顺忠继位后 重用王苏文 王匹等人进行改革 他们主张加强中央集权 反对分镇割据 反对宦官尊权 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此称永真革新 由于准备不足 顺忠本人对改革决心不坚定 且急功近礼 最终导致宦官联合部分藩镇 一起向顺忠施压 囚禁了顺忠 顺忠无奈 则得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重臣 王苏文和王匹被贬 此称二王巴斯马事件 不久 王苏文王匹被刺死 公元805年3月 唐顺忠被迫让李纯为太子 8月 他又善未给李纯唐顺忠 只做了186天的皇帝 退位后的顺忠 做了五个月的太上皇就离奇的去世了 永真革新的失败 使唐朝政治更加黑暗 从此唐朝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恶力 那就是每个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 先皇帝对前任皇帝的大臣 无论功过是非 一律欲去除 公元805年8月9日 顺忠长子李纯正式继位 他就是唐献忠 他继位后 提高了宰相的权威 出现了元和中心 李纯在位期间取得了一些成就 就自以为立下不朽之功 渐渐的交涉演绎 他为了不让皇后干涉自己的后宫生活 明确表示不立皇后 从宪宗以后 除了唐朝宗以外 其他皇帝也都没有立皇后 这一时期 史书上称的皇后 其实都是他们儿子当上皇帝以后加封的 除了女色 宪宗还沉溺于仙丹 他渴望长生不老 但由于服务过量 他经常喜怒无常 这让他身边的人感到朝不保夕 公元820年正月 因皇位继承问题 幻官联合毒杀了他 他去世后 幻官拥立他的三职李恒伟帝 他就是唐墓中 这一年唐墓中26岁 他继位后便残眠于享乐 他任命的丞相更是缺乏远见 认为藩城已经平息 应当裁军 使得河硕山镇再度反叛 一次他与幻官打马球时发生意外 游玩中有一位突然坠马 如同遭到外物打击一样 墓中突然中风 墓中中风以后身体一直没有康复 病中的墓中 曾经想过长生不老 墓中于是将墓公转向了仙丹 赤女正月布满29岁的墓中杀少人魂 唐墓中一共有五个儿子 其中竟有三个坐上了皇帝 这在唐朝历史上绝无仅有 由于每个儿子 继约后都把各自的生母 尊封为皇太后 所以唐墓中先后有三个皇后和他配奖太妙 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属于罕见 公元824年 李亨长子李善继位 这一年他15岁 他就是唐靖宗 李善登基后 根本不把国家放在心上 李善喜好大兴土木 他喜欢白天打马球 到了晚上他就带人捕捉狐狸 宫中称之为打夜狐 公元826年唐靖宗又一次出去打夜狐 还宫之后性子昂然 与四床二十八人饮酒 唐靖宗更衣时 宦官刘克明突然熄灭蜡烛 刺杀了唐靖宗 当时唐靖宗17岁 刘克明之后伪造遗址 欲迎立唐献宗之子 将王李悟为帝 两天后 宦官王守成指挥军队 杀入宫中 杀死了李克明和将王 拥立李昂为帝 他就是唐文忠 这一年他18岁 李昂本名李寒 为唐木忠第二子 他在位期间官员调动频繁 皇帝的生死费力 全掌握在宦官手中 公元831年 李昂与宰相宋申熙暗中谋划 铲除宦官 但是被王守成及其门客探听出来 他们诬告宋申熙 欲牟利张王为帝 结果李昂中计 圣申熙被刺死 梁亦心想铲除宦官势力 便从下场提拔了郑祖等人作为心服 李昂采纳了郑祖等人的建议 首先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 任命王守成的部下 仇使梁掌握一部分禁卫军 以削弱王守成的军权 接着他又下诈 让王守成引毒酒之禁 这时 郑祖已经被任命为凤祥节度使 李昂决定由郑祖挑选几百亲兵 趁下仗王守成之机将全部宦官斩尽杀绝 李迅为了抢功 趁郑祖前去调兵之时 与李昂商定改变原偶计划 先下手杀进宦官再驱逐郑祖 公元835年大将军韩约照报 左经武藏园内十六树上一见甘露 李迅建议皇帝亲往一看 于是李昂命宰相和文武官员先去观看 官员们回来 照报称一飞真甘露 李昂于是再命宦官前去查看 宦官仇使人发现有伏兵急忙退出 经过一番血战 宦官挟持了皇帝李昂 随后宦官展开了疯狂的报复 历史上称这件事情为甘露政变 事变以后 李昂被宦官远近 国家正式由宦官尊权 公元840年 李昂一语成病不能下床 曹世良得训后 于当天晚上就伪造遗诏 被太子为臣王 立李延为皇太帝 负责处理军国大事 并带李延登上皇帝宝座 朝见了百官 群臣没有人敢反对 公元840年正月初始 李昂带着无限的忧愁离世 这一年他三十岁 文宗家崩后 李延继位为帝 他就是唐武宗 李延在位期间 以众宰相李德玉发展经济 同时他致力于 削弱宦官 藩镇和僧侣地主的势力 鉴于当时寺院的泛乱 他下令拆毁佛寺 这扩大了朝廷的税源 他对外则击败了回湖 保卫了北江安顶 使唐朝一度呈现忠兴的局面 只称会昌忠兴 李延因长期服侍仙丹 于32岁便离世 唐武宗驾崩后 宦官拥立唐宪忠十三子 李臣伟帝 他就是唐宣忠 他当机时37岁 李臣继位后决定宰相人选 首先想到的就是白居易 但下朝时白居易已去18个月 李臣在位期间整顿立志 并限制宗室和宦官 将死于甘露之变中 除了郑祝和李迅之外的百官全部遭学 在对外方面 他击败了吐蕃 安定了塞北 平定了安南 因李臣在位期间 国家相对安定 所以直到唐朝秘亡 百姓仍思念他 称他为小太宗 使家称这一时期为大宗之治 他另一功绩就是结束了牛里党章 唐宪宗在位时期 有一年长安举行考试 选拔人才 举人刘生如 李中敏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 考官认为这两个人符合条件 便把他们推荐给了唐宪宗 这件事情传到了责任宰相李吉普的儿女 李吉普见两个人揭露了他的短抽 于是他在唐宪宗面前说 这两个人与考官有私交 宪宗信以为真 就把几个考官降了职 两人也没有受到提拔 但此时却引发朝野哗然 大臣们争先恐后为他们明驱较冤 谴责李吉普继贤度能 迫于压力 唐宪宗只好于同年将李吉普 贬为淮南节度时 这样朝中就分成两个对立派别 大致来说唐木宗 唐靖宗二朝 为牛党德士时期 即至唐文宗时期党争最为激烈 唐武宗时期为李党全胜时期 唐宣宗时期则为牛党全胜时期 牛李党争持续将近40年 牛李党争导致了社会各种矛盾开始趋于尖锐化 加增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 他最终以牛党元气大仓 李党被贬斥为地方官 宦官翻证是李大章而宣告结束 公元859年 在位13年的李臣因福祉丹药中毒而驾崩 他享年50岁 李臣死后 宦官用李李水为地 他就是唐锡宗 他在位期间翻证歌剧重新兴起 他将父亲唐宣宗大宗之治的成果消耗殆尽 此时唐朝赋税刻薄 百姓无法过活 公元873年 在位14年的李水离世 他终年41岁 李水迷流之际 他12岁的儿子李桓被宦官拥立 他就是唐锡宗 唐锡宗继位后不久 即爆发了皇朝之乱 当时食言专卖 官员价格昂贵 所以滋生了很多的食言贩者 他们纷纷组织起来 甚至搞武装贩运 延商家庭出身的皇朝 成年之后没有通过科举考试 当时关东发生大汗 官吏强迫百姓缴纳珠水和服差矣 百姓走投无路 聚集到皇朝的周围 皇朝起一爆发以后 周县欺瞒上级 朝廷不知实情 各地佣兵的节路史 为求自保 坐死官网 所以骑军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后来皇朝率部南下进攻折东 并开山路700里突入福建 攻克广州 而后回直北上 此时西中并没有停止寻荤坐落 甚至在他为逃离长安而做准备任命 建南和山南道节路史时 竟然用马球赌输融的方法来决定人选 公元880年 皇朝起军攻克洛阳 12月南下同关 逼近长安 西中军臣束手无策 相对哭泣 西中之后逃离京城 他成为玄宗之后 又一位躲避战乱到四川的皇帝 不久 皇朝建功长安 建国号为大旗 长安沦陷后 原来首属两端的藩阵 也开始为了自己的私利 而主动对朝廷表达忠心 齐军由于自身存在的弱点 加上军粮不足 内部发生了分化 一些将领接受了朝廷的招安 形势发生了逆转 公元882年 皇朝部将朱温投降 西中大喜过望 于是赐名为朱全宗 齐军在唐朝官军的反部下 被迫退出长安 最后失败 皇朝则在山东太安自杀而亡 经过皇朝起军的打击 唐朝数百年的基业 已不复旧貌 公元885年 西中重返长安 之后 西中宠信的宦官 企图从河中节度使 王重荣手中得到言辞 双方骄傲 3月 王重荣求救于李克用 二人联手禁逼长安 西中无可奈何再次出逃 之后叛军拥立先王为帝 几星周折 四便才告平息 经过这样的几番折腾 西中的身体也垮了 公元880年 27岁的西中离开人世 西中去世后 宦官拥立西中的义母帝 李业为帝 他就是唐昭宗 他继位时21岁 他发动了虚帆战争 却反被朱温擒货 公元904年 38岁的李业 被朱温谋害 李业时后 朱温立年仅13岁的 李祝为帝 李祝之后改名为李祝 李祝是唐昭宗的第九个儿子 他登基后不敢立年号 仍使用唐昭宗的年号 李祝在位期间 其实没有下达过任何实际的证令 那些以他名义下达的证令 其实都是按照朱泉宗的意思办理的 公元905年6月 朱泉宗在亲信的鼓动下 将文武官员30多人 集中到黄河边的白马役 全部谋害 制造了惊人的白马之变 公元907年3月 李祝在朱温及其亲信逼迫下 把皇位扇任给了朱泉宗 于是享过298年的唐王朝灭亡 次年李祝离世 这一年他只有16岁 后唐的民宗原本打算为他立妙号 但后唐群臣认为他是创国者朱温所立 他父母也被朱温所杀 本人又是亡国之君 因此没给妙号 树温用 下 订阅 转发着